在娱乐圈有很多孕女形象的女星 而如今时过境迁 她们都怎样了呢 挖掘新闻内幕 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歪歪歪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蔡幸娟 1982年 16岁的蔡幸娟出演了自己的大荧幕厨女作 男女合班 并且为影片主题曲 我们曾在一起一盏歌喉 在此之后 台湾影视圈里的 金曲主题歌 几乎全部由蔡幸娟包揽怀中 8090年代的台湾影视金曲榜 蔡幸娟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1983年的《星星之我心》 让她红遍两岸三地 那么之后的问情 则成为她的丰厚之作 上天赐给了蔡幸娟名和礼 却让她用情路坎坷来交换 某一次 蔡幸娟受邀来到内地的演出 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 台湾综艺节目制作人谢孔中 在谢孔中眼中 蔡幸娟虽然是一个成熟女子的外形 内心却跟一个小孩子一样 天真单纯 2003年 谢孔中迎娶了蔡幸娟 两人婚后生下一女 但是再美好的婚姻 也经不起俗世的消磨 所以还没有到青年之养 这段婚姻就在第五个年头 戛然而止 2009年 两人离婚之后不久 台媒就爆料出 蔡幸娟与有妇之夫的 王文瑶酒店密会的新闻 一时积起千层了 文文瑶并非泛泛之辈 她可是台宿集团董事长 王永在的二房长子 老爷子听闻此事 辱墨门眉 怒气攻心之下 将其禁足在家中 打入了冷宫 不过后来蔡幸娟则回答 我又没搞事情 见面的时候 也不是孤男寡女 身边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在谈工作 现在的蔡幸娟 依旧孤身一人 仍未婚嫁 二 金瑞瑶 56岁玉女歌手金瑞瑶在过去 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演唱过的歌曲 如《非像你非像我》 《岁月的眼睛》等 都是歌迷郎郎善口的经典 而随着与老公许安静步入婚姻后 便渐渐淡出演艺圈 转而与丈夫专心经营 马术俱乐部以及赵谷 栽培儿子凯文 根据媒体报道 金瑞瑶曾带着老公与儿子 一家三口到青年公园 进行地瓜叶的意卖 而或许是受到金瑞瑶的加持 短短半小时内 地瓜叶就销售一空 如今年纪半百的金瑞瑶 依旧将容貌维持得相当好 只是一件简单的T恤及牛仔裤 便能展现它完美的体态 就连脸蛋也保养得宜 皮肤白皙又紧致 即使到了这个年纪 金瑞瑶仍旧自己维持在47公斤 看起来轻盈利落 至于是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呢 金瑞瑶透露自己平常 就有运动的习惯 且不太吃甜食 所以才能确保身材不会走样 三 李碧华 在80年代以水印一张专辑 轰动全台的玉女歌手李碧华 是许多五六年级生心中的 经典女神歌手 一开始被唱片公司包装成 校园歌手出道的她 因为气质清新 嗓音温柔 在华语流行音乐圈中 曾经红极一时 直到1994年 李碧华结婚后淡出歌坛 还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尽管李碧华已迈入中年 褪去昔日青涩 但她又多了慈祥又成熟的韵味 李碧华从结婚至今 已经28年 从来没有付出演员圈的打算 但死中的粉丝到现在 还是没有忘记她 不但有人在脸书 为她创立粉砖 放上她过去的照片与歌曲 还有近几年的照片 让其他歌迷 能掌握她近年的状况 四 林慧萍 凭借一首翻唱的往昔 林慧萍正式出道 彼时的林慧萍19岁 首张专辑在当年 就卖出了100万张 仅在1984年一年的时间里 林慧萍就出了四张专辑 凭借这几张专辑 林慧萍在歌坛 牢牢站稳了脚 彼时的林慧萍 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被公司塑造成了 与女偶像 偶像肯定是要清纯的 所以公司不允许她谈恋爱 至少恋情不能公开 必须要严格保密 于是 林慧萍陷入到热恋中时 无数个夜晚 她也只能将这份 炙热的情愫 埋在地下 她热恋的对象 是另外一位情歌王子 江玉衡 可经过几年 她和江玉衡的感情 最终也没有开花结果 后来 她恋上了台湾的 综艺大哥张飞 相比于第一段感情的青涩 第二段恋爱中 两个人的感情进程是公开的 感情的初始阶段还算平稳 但同样没有达到美好的终点 两个人交往的时间 并没有持续太久 大概有四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段感情是如何 从最初的热烈走向破碎的 外界同样不得而知 很快 她又和歌手郑金一 开启了第三段爱恋 不过 相对于第一段感情的难分难舍 第二段感情的炙热 第三段感情更像是一段 短暂的过场 没有公开 没有承认 郑金一和她 只是绯闻中的一对男女 而且 这段绯闻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1998年 林慧平告别了歌坛 也告别了自己的过去 一个人奔赴美国进修音乐 彼时的她已经35岁 从20岁开始 就渴求的那个人 依旧还没有出现在自己眼前 她告别了熟悉的一切 来到了大洋彼岸 某种程度上而言 通过这种方式 她完成从歌坛的隐退 正所谓 柳暗花名又一村 在到达美国两年后 林慧平开启了自己的第四段感情 这次与她产生感情纠葛的 不再是圈内的人 而是媒体人 潘伯赵 两个人不但陷入了热恋 并且很快组建了家庭 然而人到中年的她 婚姻却又一次迎来了危机 2009年 林慧平和丈夫 潘伯赵离婚 如今的林慧平 依旧处于单身的状态 5.杨林 杨林很美 美到让人窒息 再加上极具性感的嗓音 让她在那个年代 在某个群体心中 是最完美的偶像 事业虽然未能大红大紫 但她依然在那段璀璨的岁月中 留下了自己 难以磨灭的绝带芳华 受到恩师刘家昌挖掘 18岁的杨林 一头俏皮的短发 成为人们心中可爱的假小子 但依然无法抵挡她 与生俱来的性感与迷人 与自身不太相符的定位 让她没能发挥出 自己的全部能量 之后她受高人指点 开始走 当时颇为流行的 孕女路线 这一次不是她壮大孕 赶上潮流 她只是真正回归了自我 也让她的表现更加从容 事业高峰时 她选择与棒球手 产意心义无反顾地步入 一段甜蜜恋情 当时也颇受 娱乐圈关注 四年来杨林 都在为自己编织一个美丽的梦 她希望终有一天 能嫁给自己爱的人 对于婚姻 她内心有一种 别人不太理解的执拗 但谁料后来 两人因爱生恨 对方很决绝 甚至奉上了一个 男人对一个女人 最大的羞辱 对于婚姻的执念 并未让杨林 在这段失败的感情中 败下阵来 转年她选择与 影去记者林玉明在一起 但相恋后才发觉 两人在很多事上 看法存在太大分歧 随着感情的接连失败 在推出最后一张个人单曲 扭扣后 她选择沉寂 选择另一种人生 也就是在此时 她选择与律师 王元勋交往 两人一度到了谈婚论嫁 但就在此时 母亲突然离世 让她不得不拖延婚期 全身心处理母亲的葬礼 以及习惯失去亲人的落寞 但在这个过程中 极度渴望情感归宿的杨林 并未在理智的男友身上 得到哪怕一丝温暖 随即两人选择分开 这次的杨林很疼 再加上丧母之痛 她感觉彻底被击垮 从此人们便无法 在娱乐圈捕获她的任何消息 杨林 请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 一句简短 却决绝地告别 这人感到 她内心那种无一感 已经对这个圈子的厌倦 离开娱乐圈的喧哗 她开始师从名画家陶文月 在线条与色彩中 探寻着内心的纯真 但即便如此 她依旧没放弃自己的婚姻之梦 是对自己和母亲的最后的交代 也许她与爱情之间 最后一次较量 这一次她选择了五经商人许荣光 对方身价过亿 却深有残障 但杨林感受到了那种 被捧在手心底的感觉 这次她终于步入婚姻了 也许她在内心当中 与自己的感情 做了一次了结 但这次的婚姻 却只维持了八个月 只有真正投入进去 杨林才彻底看清 自己一直渴望的婚姻 早已与当初自己的设想 变得面目全非 经历了这次失败的婚姻 杨林才彻底看清 自己已经与情感无缘 更像是一场自己 与自己降合 已经57岁的杨林 已经无需再为自己的执念 去讨好任何人 此时 她方获得人生的自由 六 方济为 近日 有媒体报道 与女歌手方济为 接受采访谈自己终生不嫁的原因 55岁的她至今 没有谈过恋爱 令网友们惊讶不已 已经55岁的方济为 仍然是大家印象中的动灵女神 头发乌黑 皮肤白皙 身材消瘦 保养得特别好 笑起来温柔甜的 在她身上仿佛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依旧十分靓丽的方济为身边 也不缺追求者 但由于曾被确诊 换假装腺癌 她担心会遗传给下一代 如果结婚不生孩子 又怕影响到另一半 索性就拒绝了所有追求者 方济为还透露自己 今生对感情不抱任何期待 更直言自己 不需要谈恋爱 对别人付出 就会让她感到很开心 她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幸福感 不用恋爱结婚 就能感受到幸福 没有结婚 也没孩子的方济为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 制作洋娃娃身上 她会亲自给洋娃娃上色 化妆 贴假睫毛 还会给每个洋娃娃取名字 为她们定制华丽的服装 包包 鞋子 其实方济为如此喜欢洋娃娃 也是有原因的 她选择自己制作洋娃娃 是为了弥补 童年时买不起洋娃娃的遗憾 方济为出生在一个 还算富裕的家庭里 但由于爸爸 替人做宝欠下千万债务 编卖全部家产 也不足以还债 小学三年级 方济为就开始唱歌赚钱 为家旗奔走 1988年正式出道的方济为 童年就因演唱歌曲梅 一炮而红 后又演唱了 愿苍天变了心 想你想到梦里头等多首金曲 还曾与王菲等知名歌手 合录专辑 在乐坛红级一时 外形出众的方济为 在影视方面也颇有成就 出道没多久 她就被雄妖相中 与秦翰 刘雪华合作拍摄了 《海鸥飞处采云飞》 还曾被王晶点名 与周星驰合作电影 并登上1992年的央视春晚 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正值事业巅峰期的方济为 被诊断出患有 假装纤绿泡癌 做完手术的她 事业大受影响 为了还爸爸欠下的债 她只能继续 在娱乐圈闯荡 直到26岁 她才还完所有债 无债一身轻的方济为 28岁 就逐渐淡出歌坛 专心陪伴家人 直到2017年 父母相继去世后 她才开始活出自我 但不幸的是2020年 方济为又自爆身上 长了两颗肿瘤 要按时去医院检查 身体大受影响 方济为的前半生 一直在为家庭和父母付出 连童年时期 都在赚钱养家 好不容易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她又患上了肿瘤 经历了无数坎坷的方济为 平和地接纳了这一切 她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打算 只想过好自己的人生 尽自己的努力 帮助有需要的人 可谓是人美心善 这些女星都曾红积一时 可晚年境遇 却大不相同 不禁让人唏嘘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